大家好 我是《大决战》的编剧 我叫黄建东 从创作上来讲 我们其实给自己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 在这么宏大的一部作品当中 我希望观众们能够记住的 恰恰是小小的 那些可能微不足道的 可能你永远不会查到的 那些人物的名字 观众能够跟住他的试点 然后带动整个历史的脉络 我最喜欢的人物是王翠云 我觉得她是那个时代 特别酷的女性的代表 其实这个人物 仔细看乔三本身上 她基本经历了所有的 就是从共产党的最低潮的时候 到中间的抗争 到反击 到最后的决战开始 她都在经历 而她的命运不停地变化 她不停地选择阵营 所以她是那个时代的 大众的代表 也是对我来讲的一个 我的眼睛 我的嘴巴 我的手 用她来完成 在耗露一海的资料当中 发现一个熟悉的名字 叫焦玉露 我非常意外 我非常震惊 我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这是我们小时候看的 耳熟能详的人物 焦玉露身上 其实承载的更多是 那个那一代人 那一代之前民工 他们身上的那种光彩 最纠结的人物 就还是杜宇明吧 我觉得她 其实是那个时代的精英的 社会精英的代表 但是她选择的方向错了 我们真的希望去感受当中的那些人 每一个人物他们的呼吸和命运 这些其实是我最希望观众看到的